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相信大家都很希望在来玩市变成感染者王吧 这感觉挺有意思的 玩起来特别带港 但肯定有很多小伙伴都不清楚 在变成感染者之后 我们被王家打 装备会掉多少的耐久度 今天小强也是打算给大家测试一下 这边小强也是找了个拿点长AM94的王家 原本我还打算劈他一波的 但可惜 这个感染者太笨重了 根本打不到人 现在顾起来的耐久是260器 咱们看看和他打完之后会省事多少耐久度吧 这小伙子很皮呀居然主动出击了 原本小强还想让他靠近点再用范围技能消耗他的 没想到这人有奉进背包一下子就跳到车顶了 好那小强根本碰不到他一直在挨打 我也是不打算继续和他皮了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这人有奉进背包的辅助实在是太灵活了 哎呦我去旁边好个王家真是够倒霉的呀 这人用的还是赏弹枪三四发子弹就把小强灭了 难受真的是太难受了 小强的运气真差呀 小伙子你们看就打这么一会儿小强就掉了10点耐久度 哇塞真是够坑的呀 心疼是小强了 感觉很不合理呀 耐久掉的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继续这么王的话小强肯定是吃不消的 我也是换了个比较低级的护甲来测试一下 这次还是老样子又变成不灭了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圆丁的比较灵活点 哪像这个不灭呀天生就是一个爱做的胖子 我也是打算找粉丝帮忙来测试一下 但他再打仗义没办法我们就只能等等他了 只是比较无奈的是小强突然就被人给追杀了 这者也是够狠的追了我好几条界 小强也是服他了 当然啦最后肯定是被他灭掉了又掉了10耐久度 一波三折小强终于等到这个粉丝了 这次小强比较幸运终于进化成圆丁了 现在咱们的护甲耐久度是80点 先让粉丝多打几枪看看会损耗多少耐久度吧 一共打了7枪小强直接损失3点的护甲耐久 哇塞好可以呀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几乎是两枪1点耐久度损耗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变成感染者之后肯定是要挨揍的 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说 打完一场起码得要个10几20点的耐久呢 小强也是继续测试了一波和刚刚的数值差不多 打了5发直接就耗损了2点耐久 坑实在是太坑了感觉很不合理呀 咱们再来看看感染者打王家他们会掉多少耐久吧 粉丝也是告诉小强普通攻击按一下就掉1点耐久 转圈圈的话一圈也就损耗一点 基本被这技能打中耐久度肯定是疯狂下降的 两边耗损都挺大的 但感染者更亏 他们实在是太笨重了 想要打中的战士非常困难 哎呦这些人居然还想刷小强的甲 我们直接终结回下去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这里哦 我是小强 我们下周见 拜拜